台大A院蜜料部 台湾丰沉蜜妙学会 万新一 大家早安 早安 前人家说蜜料部是老人科 我们说不会啊 我们还有很多女生啊 年轻的啊小朋友啊都有啊 今天看完我们真的是 真是老人科 各位叔叔婆婆阿姨大家早安 我49年次了 我想还是 今天最主要 我也感谢台大工程师 找我来这边 然后我想开场台在这边 很简单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有妙意 去知道我们人见不见他 其实这个是 这些好比 我想常常在 这些标题常常是在门诊 常常病里 都问我们的一些事情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等一下用 希望能够用比较生动的方法 让大家 今天大家笑笑 这些尿液检查 在面料科门诊是 几乎是最必要的 尿液检查可以透露 做我们很多很多的身体的讯息 我想大家看过那个 非洲虫林探险的探险家 看那个动物健不健康 看那些口筒怎么样 无论电视演的那个 一样就是看它分辨 从它尿液里面去看 人排泄出来的东西 其实某种程度都可以反映 我们人的健康状态 我们医学上也是一样 我们从尿液里面 可以很简单很便宜的 很简单的阅读 可以知道我们大概有哪些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开场盘 我们再用杂乳切进来 基本上像中医也讲到 望容问切 大家都知道 其实用小便用看 其实你可以知道 很多东西 小便很清 那很好 你可能水喝的很多 小便很浓浊 尤其早上起来第一发尿都很浓浊 有时候你水喝的少 它就会变得浓浊 有时候颜色偏红 当然有可能是血尿 那也有可能也不是 有时候说不定你吃了一些 像你吃成药物 有一些像被结合的药物 有时候你吃一些 像尿道感染的药物 黑色的那一颗 吃的小便会红红的 或者说你吃一些火龙火 是不是有的小便 就比较红一点点 然后是那个冰彩 有些东西就会让小便会偏红 它不见得是血尿 另外当然有一些先天像子质症 小便在 那个小便放在太阳上看 有点像紫色的一样 其实用眼睛看 某种程度也可以知道 或者过滤掉某些的疾病 或者怀疑某些的疾病 所以看这个尿 其实这可以知道一些讯息 这里当然有提到一些 像里修有说 有时候胆道阻塞的 那个他的身 肝脏所制造出来的那些胆色素 没有办法 从大便里面排出 所以就从尿液里面 从皮肤里面出来 整个人都黄胆 尿液都变成颜色咖啡色的 大便好像是白色 相信有肝脏就不好 所以我们从看 也可以知道很多东西的 从闻 闻就不用讲了 闻在有时候感染的时候 尿液都比较臭 臭不好可能是感染 但是有时候香也不好 有时候一些糖尿病的一些 酸酸酮中毒 那些某些东西都是 糖尿病控制的不好 有些酮提不出来 那闻起来也是想象的 那也不好 其实望闻问切 在我们的西医上面 其实在门诊上 也可以被利用到 门诊常常会有人来 来问这些问题 油油灼灼泡泡脆脆 所以台湾话的 油油油漏漏漏泡泡泡泡草草 很多人都早上滴啪尿 都会这样子 就来门诊看 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不担心 这是不是肾亏 肾亏是什么东西 其实以后中医师来解释会更好 但是我所知道的 基本上肾亏跟肾脏的功能 好不好其实没什么关系 这里右边这里有两个 这网路截图的 我不是替他做广告 我也不晓得这药是什么东西 我基本上他有叫肾亏晚 有很多这种东西 有人认为说 早上起来尿有这些 油油漏漏泡泡泡草草 一定跟阳尾有关系 跟枣蟹跟前列腺炎 跟性功能不好有关系 可能中医有另外一套的解释 但是我们西医上面来说 其实肾脏功能好不好 其实看抽血 看其他指标 跟这个他们的肾亏 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如果说担心这一类 可能反而是要往西医上面去 另外去做解释 另外第一章我那时候想说 想被人常常会有那种泡泡很多 这泡泡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某种程度是有意义 那些东西 那会造成我们的尿医里面的 一些脏力表面脏力都不太一样 再加上尿尿的时候 整个射下去 一定泡泡会很多 尤其早上起来会很多 有的人说平台有时候有 有时候都没有的确 但的确也跟我们身体状况 有时候都会变化 有时候尿素还多 它就会比较泡泡会比较多 尿素哪里来的 有时候像我们吃那些青菜 青菜有时候都还有一些 可法容许的那些 会帮他收吗 总是有放一些农药 那些农药当然我都算不好 所有农药他们在收成前 三个月前可能这些药也停掉了 但是含有这些代谢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磷酸物质会高 这些磷酸物质在高起来之后 常常小辈里面就有味道出来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人会排泄掉 你有没有担心做药怎么样 这个其实是OK的 但是的确无可避免 它有时候 的确有些情况会让它泡泡不多 像蛋白尿啊 像感染的时候 其实那个啄啄泡泡会更多 所以你有这方面的担心的话 那就不用客气 所以咱们尿药客看 尿药客帮你做个尿医检查 就很清楚很简单就可以把它 做区别诊断 尿医检查是 我说投资报酬率最高 我们健保都很困难 什么东西都挤不很多 尿医一次70块 我说是台湾 台湾70块 你如果到美国两百块美金 不过不然怎样 就是七十块很便宜 这是最便宜的 而且很简单 甚至有一些市值 当场愿意就当场知道 你这深一点的 整套的也是七十块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从里面知道很多的讯息 包括你肝脏有没有不好 包括你的有没有糖尿病 肾脏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代谢性的一些疾病 很多很多都可以从尿医里面去 透露这些讯息 这些我想所有的甲田科医师 或者是密尼科医师 内科医师都可以很简单 从这里去把它做去讯息 这可以把你一些担心的东西 可以把它排除掉 正确流尿方式 大家大家都知道 因为如果看过病流尿 上面都指南上面都写 基本上是中断尿最好 而且是早上起来中断尿最好 不过有时候你看消诊 都不见得一样早上 当场出去留也可以 但基本上就留中断尿 就是小妹子先留一段 然后再把它留下中间那一段 中断尿是比较好 而且时间快一点 在一小时内就拿去检验室 来做检查 而且一到女生 有时候比较年轻女生 有时候有月经来的话 尽量不要在那时期验 验的时候有时候验起来都是血 又没有讲话 常常造成医生高闻的意味 真的是有血尿 所以有时候要闪锅的时间 再来留这个尿医会比较好 另外就是尿蛋白 其实尿蛋白 其实尤其小朋友 其实六分之一都有尿蛋白 也得这样的情况 之后年纪会 稍微大人做得比较好 这是那个 妇佑医院以前做的那个报告 不过不管怎样 我们某种程度尿蛋白 都会从我们的身体尿里面 偶尔都会流失出去 不过这个量一般来说做不多 我的意思是说 尿蛋白的量的多寡 跟我们这个疾病的叛徒 当然很有关系 偶尔如果你看出来 是一架两架 三架四架 或者说是 如果以数字来说 三十左右 那它基本上是很高 那如果三架四架以上 那当然是有意义 哪些疾病会造成尿蛋白的丧失 有时候在我们观念里面 有时候肾脏有一些问题 会造成这样子 肾脏的一些发炎 在台湾很多糖尿病的病患 蛋白尿常常都 后来就会出现 甚至大量的尿蛋白出来的时候 甚至造成体内的白蛋白下降 有肾脏病 也会叫肾病症候群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有时候一些肾脏的一些变化的情况 它会用蛋白尿来表现 所以我就说 我说如果有胸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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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检查 如果真的是有蛋白尿的情况 而且严重的蛋白尿情况 这方面真的是要小心 另外当然有时候剧烈的运动 发高烧 这种情况尿大感染 有时候那个也都会 尿蛋白会出来 不过那个可以再 一般来说 如果尿不是很多 我们会建议说 再等几个礼拜 再重研一次 那时候有时候事情过了 感染也过了 有时候就会回复检查 所以有时候尿医检查是要重复检查 另外这是尿糖 尿糖大家知道吗 糖尿病最早被发现的时候 就是某些病患 他们的尿里面 会有一些蚂蚁会过来 里面会糖分回出来 所以那时候才发现 有一个病叫糖尿病 这是基本上以前的事情 不过基本上 就是说糖分在体内过多 也会从身上 从尿里面排出去 所以糖尿病 尿糖 某种程度 是要让你担心 可不可能有可能 有带有糖尿病的问题 但是也有其他情况 会干扰到这个 包括你在尿道感染的时候 尿糖会出去 或者说这种情况也会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样 验个尿 确定有尿糖之后 如果可能要另外再抽血 看看你的糖分是不是也有高 你的糖化血色素 是不是真的也有高 如果有的话 他真的要去看新陈代谢 有一个病人 糖尿病人来看泌尿病 其实不太需要 糖尿病基本上 虽然带个尿质 但是基本上是 新陈代谢的问题 也有一个病人 因为尿酸高来看泌尿病 不是不行 基本上尿酸是 直接飘凌代谢异常 应该也是看内科才对 应该血尿 血尿大家最怕 这些题目 其实没什么关系 就是说大家如果说还有些疑问 尽量还有很多很精彩的 后面的讲者会 特别在讲述这些东西 包括肿瘤 包括结石 这些东西都造成血尿 我今天只是一开场摆 我把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 都带来讲 这样子 血尿大概最恐怖 小辈里面有血 不过有时候这个血尿 你看到有血 也不用那么惊慌 有时候我们会问 有时候来吃阿斯匹林 有时候来吃保酸通 这些药物 其实可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中风波的问题 医生开给你的 这些药其实吃了之后 小便有血尿也常常见 不是说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可能这些问题 有可能就会造成 吃这些药物就造成血尿了 除此之外 我说小便很红 我刚才提过 有时候你吃甜菜 或者是一些药物 也会造成小便会红色 那不见得一定是血尿 那如果真的是血尿的话 那真的要检查 血尿的原因 有时候是健康检查 告诉你的 里面有一些血尿 你眼睛看也看不到 有时候是香尿道 当然连血块都出来也有 所以有时候结石也要排除掉 还有我们最怕的 肾脏输尿 膀胀会不会长恶性肿瘤 那部分当然是要你小心 那怎么做检查 当然来泌尿科医师 泌尿科医师 泌尿科医师 会帮你安排一系列的检查 所以说 如果大家有疑惑的话 没关系去给泌尿科做 或者说到家里附近的诊所 验影下尿医检查看看 如果真的有这些异常的话 那可能就来 可能就要求求进一步的一些 影像学 或是这些检查 可能要来大医院来做检查 检查后 原则上不外乎 尿医服验尿以外 有时候我们会看看尿医留个尿 另外看看尿医里面 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 二性细胞 有时候最常见 我们一开始 要从总部伤害的开始做 可能可以照来光片 能做超音波 这些检查开始做 有需要的话 说不定会做一些 生理性的检查 或者是电脑断层检查 去做一下 看一些看生血尿 或者其他有一些什么原因 所以有很多检查 都是 都是对这些尿医 不正常的东西 所 不正常的情况下 所发展出来的一些事情 所以尿医可以透露我们身体 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讯息 那对各位叔叔 卑鄙阿姨 那你们如果所有这方面的问题 反正就在台大 或者是哪里有其中 进一步的解决 这是就一阵最正确的观念 尿尿法 这个我不懂 为什么不要的东西丢出去 然后再拉回 这有时候有一阵子会夯一下 不过这个东西我就不太懂 可能是 穿这种民俗偏方的尿法 这个我大概没什么可以跟大家讲 不过这是蛮有趣的 我看我的时间差不多 不晓得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关系说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然后我们中到11点多 好像还有一个座谈 大家有问题 到时候可以踊跃的我们发问 谢谢大家 通常命运也会关心迷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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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